четы Wochenande 二 мод 二美 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這個Future Ice Cream 小天同的頻道 然後 我直接 好吧 直接CUE出來了 好不好 嗨 嗨大家好 這個應該不用多說啦 我們應該看到她 就知道她是誰 好啊 應該說不定還不知道我是誰 沒有什麼關係 我們這一集呢 就是射射小朋友全新的一集 那其實這一集就是 我們要來找艾德導演來練習 他這個新的線上課程的這個 哇 這個其中的奧義啊 還有這個技巧 對 因為我覺得 一個人拍出生活中的電影感 這件事情是 我覺得很酷 然後很有味道的那種影片 因為我覺得看艾德導演的影片 我就覺得 心靈 雞湯 或者是哲學的那種 是不是有這種感覺 真的 真的會有這種感覺 一直想要問 這個我身邊的厲害的攝影師導演 為什麼想要成為攝影師的一個契機 我不知道 因為我本來是跳舞的 對 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 那時候大概30幾歲 人生的轉折 我不是不愛跳舞 而是有一些想法 然後想說試試看 然後那時候剛好獲得一台單眼 然後就開始用單眼拍 那個年代剛好是5D2 5D3 對對對 大海攝影機變成收拾 就是有人可以用單眼做拍 做錄影 做影片 然後因為以前沒有這種對焦 就要自己用這種對焦 是那時候拍起來的 然後那時候我拍時裝比較多 然後跟可樂一起做品牌 然後這些東西 然後做了一些藝人的小訪談 那時候影像這件事情不是我的執言 那我就這樣覺得好玩 好玩 然後就這樣拍起來 到現在已經11年了 我大概在201415那邊做了一個 比較確實的切割 是我不攝影 我就是純到位 所以就是當2018開始覺得 欸 我好像想做頻道試試看 所以才開始身上又擁有器材了 又開始回來拍東西 因為我以前紀錄是沒有原因跟理由的 就單純紀錄 大家有聽到嗎 其實我也是 我跟大家分享過很多次 我覺得攝影一開始 並不是為了要 你好像要 為了要什麼賺錢或是盈利 就是我覺得完全是從興趣好玩開始 你不知道你可以做到什麼 對 真的 你要做了才知道 但你要做的當下 你會覺得 這件事情還蠻爽的 或是蠻好玩的 或是你得到別人的關注 你得到一點成就 如果是那個是Push你的動力 也不錯 對 沒錯 其實下一題喔 其實我有一個卡在我心中很大的問題 卡在你心中 那如何建立起 就是有風格化的影響 那風格這件事情 到底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分享給大家 還是不好的 當然是好啊 但我覺得要用不同的面向 就像你剛才說 因為你接案多元化 對 我的廣告片並沒有風格 只有我們在為客戶服務 對 沒錯 有可能在我們有機會的時候 會篩入我們想要做的樣貌進去 對 其他部分我不覺得我在商業廣告裡 不管是拍到一百萬兩百萬 我都沒有 有那麼多機會把風格做進去 那反而是自媒體的時候 我可以隨心說 所以當你沒有顧忌的時候 你就會有風格 因為風格建立在個人喜好啊 對 就我今天為什麼會穿這樣 或是我為什麼 為什麼我要開BMW的老車 或是我為什麼喜歡這些東西 這都是建立在你從小到大 所接觸到的東西 有些東西見到你就喜歡了 對 所以很多人會問說 欸 要怎麼建立自己的風格 你就是建立你的喜好 對不對 就建立所有的風格 對 所以 應該不是說 應該不是說我在做片的時候 我要去尋找我的風格 不是 就是照著你自己的喜好做 因為應該每個人的喜好都不一樣 對 所以有些人也許 他的喜好跟大家很像 嗯嗯嗯 他的風格就會是那樣子 對 對 我覺得並沒有好 好不好 只有 是不是更接近你自己 更認識自己 對對對 所以 現在網路 大家消化的速度很快 我就是故意給你很慢的東西 嗯 那是不是從裡面就跳 跳脫出來 對 所以我覺得 就照著自己喜好 所以還是取決在喜好 好 錄了錄了 你正在錄了 我們現在想說 就試拍一些東西 其實因為這空間還不錯 做個簡單的範例 讓兩位也踹踹看 好 因為我們到一個空間的時候 以觀眾的角度在看影片 應該是 你要讓他知道這空間的感覺是什麼 所以一定會有遠的 然後一定會有蹤景 然後一定會有幾 我覺得特寫可能要塞幾個 那我覺得我平常自己 尤其是一個人在拍的時候 Rounder一定會至少抓一個 然後再觀察這環境 有什麼東西細節 是可以被注意的 嗯 然後這些素材擷取之後 我們先不管我們當下感覺什麼 進到後期的時候 這些素材夠的時候 當我們鋪上音樂 跟顏色 想要顏色 那個感覺就會出來了 我想要試試看 因為這課程有一個作業是 Foto也沒有選用 我們盡可能不要依賴 運鏡 不要做勸腳 一個定卡 你要用腳架也可以 那如果手持的話 就盡可能不能做 我們整支片 只有定卡 對 玩玩看 好 所以我們今天不練劍法 我們練蹲馬步 蹲馬 蹲馬 先馬目蹲蹲的好 你劍法才會好 好不好 來我們來 來試試試拍 那一片樹林的層次可以抓 如果我帶走進來 就這樣看 就快點動了一下 拍頭 很好很好 很好很好 在拍片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有很大的壓力 因為我們是執行者 不要把你的擔憂跟壓力 傳達給演員 當你覺得 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那個感覺他會感受到 他就更難演 欸怎麼樣怎麼樣 來準備好再來 其實你很緊張 但是你還是讓他覺得這一切很輕鬆舒服的時候 他就放了 難怪就是艾德導演可以拍大片 因為永遠就是那麼放鬆 永遠就是要這樣放鬆 接下來這一題啊就是 是我自己私心想問 也是我 也算是我看到這句話的時候 會出動到我的 的一個東西 我停在那邊很久 將生活中 平凡每一日 成為一幕幕的電影畫面 為什麼是平凡每一日 是頻道有一支影片 叫平凡每一日 那支影片影響蠻多人的 因為我收到訊息 有人因為那支影片 辭掉工作 去做不一樣的生活方式 不只一個人 然後有人因為那支影片 真的跑去日本住了兩個月三個月 那厲害了 我是因為做自媒體之後才發現 原來影像是有一個力量 可以去影響觀眾的 影像攝影這件事情是有很多知識的 不管是構圖 對 或是你對東西的喜好 去了解光影 或是你對環境的察覺 對 靈敏度 因為我有時候會說影像有五感 就是我們有觸覺 有嗅覺 有味覺 但是我們影像可以給人的是 視覺跟聽覺 但是 當我們設計好的時候 他可以感受到 這東西好像很好吃 這個環境有點冷 對 更多的感覺出現 這個五感是 雖然我們只能呈現 視覺跟聽覺 但是如果你 你能夠把很多想法放進去的時候 你把那個攝影的感覺製作出來的時候 觀眾是可以感受到的 對 如果我們有這一方面的技能或是認知的時候 你在比平常記錄生活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更有效的方式去記錄一個 對你來說有感的畫面 不管是對你還是對觀眾的事 好我們來星巴克啊 當然不是只有喝咖啡 好我們現在是要來直接驗收我們這個實作練習 對 逼大家在這個有限的時間 然後這個有限的取材環境 就是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我覺得這個可以刺激思考 找個音樂喔 找個音樂 找個音樂 我們是用煩惱卡的 對 我們都用煩惱卡 對 我們都用煩惱卡 還有時間看鏡頭代表 有任由 四 三 二 一 沒有 可以看片了 可以看片了 可以看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後最後不一樣的音樂 你就會照著不一樣的景色 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拍片就是多有趣 每個人做的東西 艾德老師這堂課 課程的內容是豐富 豐富到我必須拿出手機 跟大家講有多豐富 我來看一下他 認識老師在個人影像創作的流程 以時間配置規劃故事件製作簡易分鏡表 學會如何規劃與執行拍攝 認識攝影器材選擇適合自己的創作工具 相機的基礎原理與拍攝的設定 適合你的方法與收音器材 選擇認識電影感 了解基礎光影解割 認識蒙太去花更多時間 思考影響節奏表現 音樂的選擇專業性 音樂的選擇建議 學習焦段的選擇 與拍攝的學會引導 其實知道故事與配色的互動關係 後期剪輯小Paybook Tips 後期進度調整 觀看電影分析 了解與自己相處的重要性 我想說有這麼多 一口氣唸完 剛剛你這樣快轉了好不好 所以你看從技巧到心法 從器材到剪輯 然後從工作流甚至連做人處事的 道理都交給你 做人處事的道理沒有啦 有來與自己相處啦 跟自己相處啦 因為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如果以一個 整個流程 它的確就是需要 對前中後期的這些了解 所以推薦大家來 這堂課的原因 有沒有最後講 這原因如果你想要在生活中 捕捉下一些記錄 但是卻能夠用 你腦袋想像的一些 溝通方式 就是你腦袋想得到的溝通方式 但你可以用影像把它表達出來 如果你想要做這件事的話 歡迎來上課 真的 好那今天就感謝 愛的導演 來我們的頻道 然後 大家不要忘記了訂閱這個 小天童的這個 帳號啦 那我就不用再多說 要訂閱他 好不好 這個一定要啦 然後到底線上課程要買起來 好啦那我們以上 今天色彩的朋友 就到這邊啦 好感謝 好掰掰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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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